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坐在我身邊的劉老師Kenny,你好 你好,很久沒見,是疫情,幾個月了,最近忙甚麼? 最近忙甚麼?最近都是上班,你又忙甚麼?你又忙甚麼?你又忙上班 你去vs沒煮食品?有呀,現在已是抗疫肥 我想起麥太做了不錯的味道 叫甚麼?小豆子胖,蛋糕,蛋糕,蛋糕 怎麼了?跟投資時代有甚麼關係? 有關係怎麽會講講對方的,蛋糕胖,蛋糕 серь啦,新救經濟,新救經濟,新救經濟股 commentary 今年新救經濟股 那個上上落落的情況就跟這個紙包雞有些類似 據你就埋了一條伏線 待會我們就會慢慢說 由大圍市場氣氛 以至到究竟第四季這個紙包雞 新舊經濟股究竟應該怎樣玩 我們從資金流向和大家密切去了解一下 不如先從大市況開始說 因為上一次見你我記得就大概6月左右 當時我都想起你有什麼終谷 當時就說不要想了買 你說捕捉大星市 當時就叫我一定是買最大的市場 美國買龍頭股就夠了 大價股都上去 如果你買的話都應該代了20%回報 如果20%就有點失望 紙紙就不是 紙紙就不是 不過最近9月問題是 很多東西都高位調整得很重要 沒錯 我想大部分客人 是不是都問你 究竟這次 需要不需要認真去對待 怕不怕重複三月的大跌市 怕的 因為其實在過去幾個月 升起上來真的厲害 不要說遠 看圖先 有圖有真相 其實紙紙 你計算一下 年頭到現在 最多贏過 3成3 3成3也不多 最要命的就是 在3月的跌市 跌到最低的時候 最多升8成多 這樣也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9月初 都真的要調整 累積升幅真的多 升了這麼多 就算現在我調整了 到現在 年頭到現在 都中了贏 好像沒有發生過疫情 新經濟股真的這麼奇怪 但問題是下一步怎麼做 因為大家都說 現在9月做了很多地方的股市 其實都顯著調整 我們恆指 待會慢慢說 為什麼可以跌多人這麼多 問題就是 10月很多大事件 有些就說 總統大選 我們繼續看著疫情 看看疫苗的消息 然後美國刺激方案 談來談就談不到 究竟對市經濟的影響 中港股市 有些人就說 看中國政策 因為有五中全會 和黃金周 會不會炒回各地的股份 10月來講 即是怎樣玩 你剛才就給了我們看 反彈幅度很厲害 回調 回到什麼位置 10月會不會怕要回多些 對於我來說 即是投資 我經常喜歡這樣的 化整為令 其實你說得很對 即是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中外周圍都好像是 但對於我來說 因為我看到今次整個升市 最主要的動力 流動性 即是整個流動性 以及那些股 究竟是貴還是便宜 這個是最重要的所謂的主要 而背後 剛才說的所有因素 是 當發生的時候 可能加少少折陽 但整個向上的趨勢 是沒有改變 始終流動性 不會收回 不會收回 首先第一件事 剛才提到納斯達克 曾經最多升了八成 九月的調整 其實真是無可避免 為什麼呢 股值 有沒有概念 現在究竟納斯達克 究竟是說什麼的股值 是不是三十多倍 三十多倍都對 這個是說2020 即時應率 2020 不算了 2020都過了 但是就算2021年 那個股值 一點都不便宜 都在說 現在都在做 大概是28倍左右 27、28倍最弱 27、28倍又是一個什麼概念 看看這個表 剛才說過2020 算了 九月幾十月 接下來放棄 不用看 看2021 股市是向前看的 我們看這兩條數 道指 納指 道指現在說2021年 大概18倍多少少 18.3倍 納指剛才跟他說過 27倍多些 一個什麼概念 原來我們看最低的那一行 最低的那一行 五年平均 我們不說十年 因為其實過去十年 有個很大的 美國很大的 re rating 看得太遠 沒有意思 看過去五年 五年道指OK 比起五年平均 17.幾倍 高不過10% 可以接受 但是納指原來 比起五年的平均 23倍多些 高15% 最高那點 九月頭 12000點的時候 三十幾倍 超過兩成幾 差不多三成 變成 就是因為累積升幅太多 股值貴了 就要回調 回調 接著下一個問題 個個都想知道 回到什麼時候 回到什麼時候 還有這個究竟是回調 還是散水 先走鬼 這個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走鬼 因為我看資金流 是害怕的 因為我看到股票市場 譬如資金贖回 都幾大 譬如上星期三 最新我 譬如看來自Jeffries的報告 是 你看到環球股市 正贖回成230億美金 但當中是以美國市場為首 的redemption是最厲害的 我就想 大戶是否真的要 都lock in profit 因為其實如果真的 握上去 就賺得很多 看是否走鬼 看兩個因素 第一 Debbie說得對 看資金流 第二 看錢有沒有從新經濟 流去舊經濟 先看你講的 資金流 資金流 我們有套有真相 是的 你剛才提過一點是對的 其實這三個星期 我是密切留意著 不只是股票資金流 而且是其他 包括其他 就是其他 債市 債市 黃金 沒錯 那些資金流 那你剛才的觀察是對的 最近一個星期 確實看到 你看這個圖 看到在左手邊 幾條線 我們專注看紅色那條線 這個就是 那些資金流入流出 紅色那是說什麼 說美股的資金流入流出 向上就是流入 向下流出 那不是就是9月2日 那個轉角位 沒錯 綠色的那個 轉角位那個 剛剛跌了 但是原來 跌了那個星期 資金向上 湧了上去 原來趁低吸納 不過你剛剛說得對 上個星期 吸納完之後 又緊緊地 又走一走 又走一走 不過呢 整體來看一看 其實呢 我們見不到 9月 見了12點走下來 這樣跌下來 你不見了 走下去 走得很厲害 但其實都大致上保持住 不是說走得很厲害 我會看成 算一個調整 還有我們叫做 Risk Off 少少 有少少避險 有少少避險 但不是大走軌 我又不見 那些避險資產升得很誇張 不覺得的 相反我們看看 右手邊那個圖 我亦都關注一件事 其實你看 上面灰灰的色 向下的那條線 是什麼呢 貨幣市場基金 主力我會看成是美金 對 其實美金這幾個月 回軟 其實這個正在反映 向上紅色那條線 右邊的圖是什麼呢 債捐 其實我會這樣解讀 就是大部分現在的錢 主力就是 由美金走出來 買債 但是股票其實 不是很清晰地 大流入大流出 甚至美股過去的五個月這樣升 其實我不可以說 是很多錢湧進去 我亦都可以看成 現在你進入股市的錢 開始 都不是說是很瘋 亦都見不到最近這期 走得很多 順便提醒 左手邊有條線 向上的 金來的 黃金 其實過去幾天在買 不過最近買金的錢 慢了 所以其實也跟著 美金升的說話 都有點互相 不過如果你用 ETF的追蹤 黃金的規模 其實就繼續上 沒錯 反映很多零售投資者 或者散戶 其實對於推升黃金的程度 其實影響力是越來越大 不如提回觀眾 那就要看美金 因為黃金和美金 死對頭來的 相反關係 是啊 你看到美金升 黃金是要回軟的 雖然我們中線 都是看好黃金的 OK 要看著環球不同的資金流 是怎樣影響著 可能大戶現在 純粹覺得股值貴了 而且風險因素正在來 變成債限禁 不是啦 我們數了很多 又大選又等等 是 獲了一些利 避一避 是合理的 有什麼事 可能首先衝入股市 沒錯 沒有錯 首先我剛才講了兩件事 看看是否走軌 就是有沒有資金撤離 不見 股市撤離去債市 撤離了這個因素 放鬆一點 第二個 第二 有沒有錢是由新經濟 走到舊經濟 有沒有 有些 看圖 又是有圖 有真相 你想在哪個先 美國先 我想看看 美國的新經濟股的升跌幅 和舊經濟的升跌幅 中間我們會不會有些 有些原機會 好 我們就追蹤一下 MSCI美國指數 主要很難抽些新經濟 通常我們就用這個增長股指數 還有那個 價值股指數 代表是舊經濟股 看這個就清楚了 你幫我highlight了一個綠色箭水 就是9月頭 新經濟股 紅色那條線是說美國的新經濟股 第一找美國 龍頭 找它的最有代表性 你見到9月摸了頂之後 可以了 跌了下來 但是同一時看黑色那條 就是在說價值股 就是我們在說舊經濟股 有沒有升 沒有特別升 我們見不到 新經濟股跌的時候 舊經濟股會走上去 沒有 甚至應該這樣說 我們看到舊經濟股 跟著市場 輕輕再跌多一點 這邊就看到美國 沒有發生的一個原則 因為曾經有一星期我追蹤著 譬如道指那些羅素2000指數 其實我看到它 就是細股 是的 其實創過高位 還有道瓶斯工業指數 其實都曾經領先過 我曾經心裏想過 難道炒回舊經濟 然後你就提醒我 小心如果資金 繼續流入舊經濟股 其實對於整個市場氣氛 未必是好事 對的 所以這次我們暫時未見到 說流入舊經濟股 複製過來中國MSCI指數 即是比較反映中港市場 那個趨勢應該是一樣 是嗎 又看啊 又看有真相 龍頭就沒有變化到的 我們見不到 新經濟股的錢 走去舊經濟股 中港的情況 其實你說得對的 其實是類似的 我們也都見不到 即是說在新經濟那些 新經濟下來的時候 舊經濟股上 反而不要講遠了 這幾個星期 你想一下 跌得有些 銀行股 又跌得多 甚至地產股最近回軟 今早就有同事提醒我 為何這些收息股 這個星期都跌得多 對的 明明美國低息 通常他們有些吸引力 對的 所以我跟同事說 沒關係的 你不要想太多 是否基礎因素變 甚麼息口變 沒關係 會看成就是 你剛才說得這麼多 不清楚 不正面 又好像減不到的因素 不如看新的股 聽點 我減一減 但其實舊經濟股都減了很多 新經濟股減少少 舊經濟股之前都減了 那減我減 連籠底一些可能收息股都減了 其實很大機會都有這個原因 不過我們看剛才這個圖 其實跟美國的情況很類似 新經濟下來 見不到舊經濟走上去 對於我來說 我反而放心 我反而放心少少 即是說 我見不到資金流去債市 我見不到資金湧去舊經濟股 反而會覺得這個是一個調整 並不是一個走鬼 有一件事我會想的 為何那些錢不肯走進去舊經濟股 你肯問 老實說 你見到現在的經濟 明白的 但你又提醒我 買經濟復甦買等明年 即不是看現在 這幾個月 對 如果經濟在疫情有點移控制下 能夠做一個不要V U型反彈 其實很多經濟股 都在股值上很低殘 但接著我又想 有時我們想 究竟是股材 是經濟 看看那些盈利預測 究竟能否反映到 被分析員 可以砌到一份報告出來 是說服得到人 所以 有個圖給我看 我覺得挺有趣 可以追蹤香港 和美國股市 2020年的盈利預測 那個變化 我發覺 公佈完中期業績之後 其實香港 中資股為例 那些盈利預測都很誇張 我都有點失望 做完中報之後 其實大家可能都會發現 做完中報 大約是8月多之後 市場同一時間走弱了 看這個圖 馬上又回答我 為什麼呢 剛才你說過 這是說中美盈利預測的走勢 紅色的線 你會看到 香港恆生指數 成份股的盈利預測 疫情3月 一出現 那些分析員 減到5月左右 其實已經是基本上 所以你看到5月一路走 無論說什麼也好 2020年的預測 沒有什麼改變 但當中很多事情 不好的事情發生 但預料了 但反而做完中報 8月9月做完的中報 你反而看到紅色 即是香港那條 瀑倒了下去 即是說 是那一下出完中信業績 再劈多東西 你猜劈哪些板塊的股 舊經濟相關 那些銀行東西 對 其實主力是劈了銀行股 尤其是內銀 那個刑測 是劈了下來 所以你看到瀑倒了下去 就將盈利壓壓低了 盈利壓低了之後 後來就變成這樣 那個股值 浪高了 我最初都說 原本恆生指數 早幾個月是說9點多倍的 那是屬於一個 十年的低位 但是你撞完之後 撞完之後 2021年說的是10點多倍 不是最便宜 即是都便宜 但是不是最便宜 也都引致到 為什麼9月 你會看到其實 市是低 一美國的新經濟股 一落過來 就馬上整個市 新舊一起跌 那我又有一個問題 因為接下來又是新一輪 那些季跡再公佈的時期 是啊 要看了 10月大後 10月中 開始陸續又來 是啊 10月中 那怎樣 剪完沒有 這個就關鍵了 你剛才也問 為Kentia 第四季 怎麼看好 第四季當然 我們有 美國大選 老實說 大選對於 投資界來說 差不多是不少活動 挺好笑的 意思是說 你選哪一個 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都不會對大事很大影響 語言很簡單 無論你選哪一個 你猜哪一個 會夠膽收水 那當然不會 沒有人會夠膽收水 一開始已經說了 我們今年的升市 主力是由劉仲升 和接下來的低息去撐住 既然你選哪一個出來 都不敢亂動 那個水 那其實都沒有所謂 都一定是繼續放 繼續低息 沒有所謂 所以這個反而不是關鍵 關鍵 你剛才說得對 我會看到 中期其實有些失望 就是 竟然還有刑測 是剪了下來 再看看第三季 這個業績出的時候 還需不需要剪 希望 中期那時候已經做了 希望不用剪 如果真的不用剪 的話 有機會 那些錢會下去 真的嗎 到那個時間會下去 因為你見到金錢再下 其實有幾個板塊 是不肯再下 包括地產 這類的舊經濟不肯再下 不過銀行真是差 銀行真是肉輸 所以你看看這個 看九月究竟那些股票反映 其實那些聰明錢很厲害 是啊 板塊的走勢 聰明錢比你和我 真的聰明 那些銀行股 你看看跑輸得多厲害 怎麼看呢 這個就是講九月頭到現在 主力的板塊的走勢 在左邊的就是跑贏恆子 恆子就是粉紅色紅地色那個 跌了六個百分比 這個截至二十三號 截至二十三號 到現在恆子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60%了 在右邊那些就是跑輸恆子的板塊 跑贏那些哪些呢 數下有紙股 有汽車這些 看用品 全部屬於什麼 可不可以用兩個字形容它們 內需股 其實是內需股來的 內需一直都喜歡的 中國經濟穩步復甦 亦都內需不用太擔心內圍 亦都不用太擔心內圍 亦都不用太擔心內圍影響 所以升得多是合理的 反而在右手邊 不靚仔那些 新經濟會中間落 跟著市跌 右手邊不靚仔那些 Debbie在哪些 澳門 澳門 還有舊經濟 銀行股 銀行股 金融股 說起一項眼淚 不行 賭股那類 其中一件 其實之前是金網大 升了 亦都打算開通關 驚喜又無關 但原來又不是真的去得那麼好 這樣就回了 OK 但整體來說 反而金融呢 是比中部再劈 其實是有少擔心 是嗎 始終回到一個問題 如果是我們這樣 10月又要等業績 外圍這麼多波動性 在股份的選擇 我想新經濟股 應該每天 其實所有人做節目 又或者所有嘉賓 都是被人問的 那什麼時候買回來 因為現在 量度新經濟股 究竟回調多少為之底 是不懂用什麼的赤去量度 以前我們看股值 最多是過股 看馬丁的PEG 跟2000年科網爆破 有沒有分別 但現在是一個新常態 完全是新常態 對 那在分析界怎麼量度 不懂得怎麼量度 不懂得 即是你現在這一刻 問我一個數字 去到這個數字 高過就叫貴低 比這個便宜 我連這個數字都給不了你 不是賴貓 因為其實我們 我上次都跟你講過 就是過去這10年 其實就因為整個QE 大水徑冠 其實就將整個 新經濟的股值 是推高了 因為在低息 和大水徑冠的環境之下 學術性來說 簡單來說 是非常有利的增長股 就算它的股值高 沒有問題 因為股值 是可以隨著 那個息低 是可以推高得幾高下 正如剛才我講的 納斯達克 五年平均23.6 我不敢擔保 可能五年之後 那個平均可能是說28 30都不知道 所以我會這樣看 所以我一開始 跟你講雞包子包子包雞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會看到 今年其實新舊經濟 其實可以用12個字 去形容整個情況 好 請說 疫情之後 貪新忘舊 現在就是 沽新買舊 接下來希望第四季 就是撈新買舊 又新又舊 這個是你相信的邏輯 我相信我邏輯的 其實我 我也是樂觀的 其實我有些傾向 就是第三個意義出來 不應該還有太多的刑測 要再劈 其實已經是 做完三月 再做完九月 應該都掌握到不少 再看 如果真的希望 疫情可以明顯地 是來中港這邊 叫做受控 壓得住 舊經濟股已經是夠便宜 我們可不可以給一個表 誰 大家看一下 那個叫做PE 即是說 恒指 恒指 現在究竟的估值 算是甚麼 看這個圖也可以 先說一下市盈率 這個圖 老實說 便宜了些 剛才我解釋的情況 就是 你看到 本身中間位 就有平均數 我們現在來說 已經是十年的平均 十二倍 以下 我們看2021年 那 早前其實是九點幾倍 算是便宜 內銀被人 上次見你的時候 六月的時候才是九倍 那時候還沒減 內銀刑測 減了現在大概十點幾 但仍然是便宜的 如果我們看這個圖 都可以說 本身恒指 都是一個便宜的指數 因為有七成半的公司 限制公司都是舊經濟 中間舊經濟 雖然我們加了一些 爸爸媽媽的股 只是金融股也要四成 新經濟 大米小米那些 都仍然是便宜的 好了 我再看一個表 就比較一下 恒指 有A股 有A股 還有道指 還有道指 給大家一個概念 也會發覺 應該舊經濟來說 都算是 叫做抵買 我們看這個表 沒錯 我們在這個表 恒指 就是大概中間那個位 觀眾 你看到 現在來講 明年當然是 道道的盈利反彈 很厲害 現在來講 恒指 10.2倍 我們屬於不是十年最低 但近十年低位 A股都不貴 12.幾倍 其實屬於一個 五年平均的一個位 道指 也是屬於一個 五年平均的一個位 全部舊經濟股來講 都是便宜 都是便宜 但是主要是這樣 Game經理 現在和十年前不同 十年前你買經濟復甦 不用想 得一半買舊經濟 買定先 連復甦不要緊 一年前買定都可以 但是現在不行 現在太多新經濟股溫 每個都大 變成搞到 Game經理就是 舊經濟股未開車 我不買 什麼時候開車 下星期才買 一個星期都不能等 但他們那種報復性的反彈很誇張 譬如跟我說完 報復 今天就真的大報復 金融股真的報復得很厲害 譬如上星期我都在看舊經濟 在想買價 誰知道到今天 升了兩天 不買了 升得太厲害了 已經失敗了 然後就不知道怎樣 會是這樣 我希望到第四季 最佳的情景就是怎樣 最佳的情景就是 就好像剛才說的 十二字去到後面就是 鬧身買舊 舊經濟 舊經濟 如果只是買舊經濟 而不買新經濟 都會害怕 這個可能也不是一個健康 因為其實我都看成 你這樣大水萬灌 接下來 應該都還有很多年 還是適合玩新經濟股 再你想第四季就是 出完那個第三季業績 業績 不用減 也都整個疫情來說 給人們信心 嗯 差不多了 應該有機會六個月之後 舊經濟可以上回來 現在叫做最低位 一起買 就好像剛才說 鬧身買舊 這個是最佳的情景 我估計不用等到什麼大選 那個不關事 那舊經濟呢 你會嫁一些最殘的那些 還是怎樣 最殘的當然是銀行相關的 舊經濟 不要搞錯 其實舊經濟是包含了很多 舊經濟是包含了消費的 就是剛才說的內需 而一般來說 舊經濟還要分一下 本土舊經濟和中國舊經濟 如果你說金融無論在本土 或者中國 老實說應該是最弱的一環 應該是最後最後 那些人才會去買 最後才可以 應該是最後才會買 而你說地產那些 沒有太划算了 即是你見到股價 已經不肯再沉底 這個包括內房的情況 都是一模一樣 因為其實看到 好像整個房產市場OK 已經可以肯回來 無論香港和中國那邊都是 最好的究竟是板塊 就是消費 已經在走 香港是慢了一點 但是內需你見到 根本是板板上去得很好 好 記得大家 撈底都要懂得選 十二至親熱 雞包子包子 不用 總之最後我只記得 第四季就是撈身買舊 撈身買舊 雖然現在就是沽身買舊 大家捱一捱 謝謝Candy 好 希望下一季再跟你更新一下 究竟會不會有身體發 到時 撈身買舊 希望你中了 好 希望幫到大家 今天差不多 下星期見